为了更好的备战本场比赛 广东日之旋队提前两天来到了呼和浩特进行备战 由于球队近一个月来的客场战绩非常糟糕 因此对于本场比赛 日之旋将士们都是卯足了劲 希望球队能够摆脱客场连败的恶运 虽然说我们可能之前已经三连败了 但是这场我们也是抱着礼拼对手的态度去提吧 现在可能就是千军一场胜利 包括我们全队也是 如果胜利一场那信心就回来了 队员求胜心切教练也不例外 本次客战呼和浩特 曹阳就将球队在二次转会引进的 陈兆琪和廖军健带到了客场 并安排他们参与到球队的攻防核练当中 二次转会这几个就很满意 很满意 那个位置都是需要的 包括了军健 我都会在哲乐乐的比赛 给他机会 小奇他之前停的时间比较长 最近的恢复训练 都是十天都不多 很努力 而且那个恢复比想象中之要快一点 都会入十八个名单 队队本赛季第一次交手时 广东日之拳在主场立刻呼和浩特东进队 本轮再度相碰 日之拳队在赛前显得信心满满 但是比赛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比赛一开始 主场作战的呼和浩特东进队就获得梦幻开局 第七分钟 东进队抓住日之拳队的防守失误 由阿牧为主队首开记录 早遭失求的日之拳仿佛被对手打懵了 在第24分钟 广东日之拳后方再次出现了低级失误 四百乌龙将比分改写成了0比2 兵败如山倒 三分钟之后 日之拳再受重创 由对手投球公文得手 场上比分被改写为3比0 上半场就被打得溃步成军的日之拳 在下半场已久低迷 下半场一开始 日之拳城门再度被阿牧洞穿 而霍布单行的是 日之拳后卫葛振 在质疑对手越位的时候 吃到第二张黄牌 提前回到更衣室 虽然日之拳很想扭转场上的烈士 但是随着多力被罚下 日之拳队彻底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最终 广东日之拳在课上 以0比4输掉了比赛 对于球队本场比赛的状态 主教练曹阳 显得更多的是无奈和失望 三分钟出断 后方出现了愚蠢和低级的失误 而造成这种失败了 我们会很好地去找原因 第二点呢 第一次来忽视比赛 场地一流 球灭很热情 对阳枣